都是地府惹的祸 不讲牛大宝 冠名古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第105章 催命催命快点来 这范畴捂着肚子笑的都差气 指着刘备说 哎刘哥 哎你这是装傻呀你 原来刘慌叔一肚子坏水 但是刘备和吕布俩人却没笑 泰山看范畴笑也黑黑 跟着肝笑了几声 豆鹅在旁边则是似笑非笑 表情很怪异 看了泰山一眼说 你笑笑 我也不知道 泰山愣头愣脑的看了看大家 我看他笑就跟着笑呗 你们怎么都不笑呢 刘备悠悠的说着 你觉得吃人很好笑吗 泰山不吭声了 范畴看了看一脸严肃的刘备 也渐渐笑不出来了 在我们的那个时候 吃人其实也很正常 尤其是漂亮女人的肉 嫩得很哪 吕布把鼻子凑到豆鹅身边 用力闻了闻 豆鹅咯咯笑着闪身躲开了 吕布叹了口气说道 哎那时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很多人当兵打仗 其实只是为了混碗饭吃 可是在断粮断响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只能去抢劫老百姓 如果老百姓比我们还穷 那就没办法杀人 做成人肉干 发给士兵 骗他们是牛肉干 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没办法 不吃就是死路一条 你别那么看着我 那时候每个人都这么干过 比如曹操还有刘大耳朵 不信你问他 刘备却说着 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就是个吃人的时代 不光是军队 民间也是如此 尤其到了灾荒年 遍地都是吃人的 那时候如果能抓到一个人 就如同抓到一头羊 那时候还有个说法 叫做义子安食 就是人们饿极了 想吃小孩 又舍不得吃自己家的孩子 就跟别人换着吃 饭愁赶紧拦住了刘备说 刘哥刘哥刘哥 你咋住啊 咱们这吃着饭呢 你怎么越说越恶心了 都过去几千年 几千年前的事 你就别提了 赶紧吃饭 不过所有人都没什么胃口和心情 这顿饭是草草的结束 刘备吕布都有点若有所思 似乎刚才这个话题 勾起了他们对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回忆 刘备叹了口气嘀咕道 你也不知我那二弟三弟 还有诸葛君身现在何方啊 说完刘备摇着头走了 范愁看吕布也是一样的神情 忍不住的问他 我说吕哥 人家想兄弟朋友 你除了貂蝉之外 还有想的人吗 吕布回头看看范愁 皱着眉想了半天一摇头 好像真没有 不过提到打仗 我倒是挺想高顺的 那兄弟对我一直忠心耿耿 死后也是先后脚到的地府 哎 不过他比我的最过轻 应该早就投胎了 也不知现在是人是狗 吕哥 你这是想人家还是咒人家 我说你怎么不想张聊呢 你说张文远 哼 我还没等死透 他就投了草草 我想他作甚 不过我也不怪他 我一直没有重用他 他也犯不上为我而死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的是 我死之后 貂蝉去了哪 哎 这个问题你别问我啊 多少专家都整不明白 你问我不如问崔明呢 所以我说 今天看到那个人 十有八九就是貂蝉 不行 明天我得去找他 看看能否唤醒他灵魂深处的残留记忆 如果他能记得我 那就说明他真的是貂蝉 卧槽 你证明了有什么用呢 就你们俩现在的身材 这长相 就算搞鸡 你也是个兽啊 人家是公啊 啥意思 没什么意思 简单来解释就是公母 哎 那个我先不跟你扯了 我得去给夏冰打个电话 回头那小妞该急坏了 夏冰的确是急坏了 其实从昨天白天开始 夏冰就在疯狂的找他 现在让时间回到昨天的上午 夏冰在屋子里收拾好了东西 要上楼找范畴 让他用一群耗子给吓了 不敢上去了 随即他就听到楼上的动静越来越大 像是在打架 开始他还耐心等待着 范畴把耗子赶走着 可渐渐楼上却没了声音 他壮着胆子上楼一看 屋子里一片狼藉 窗户上一个大洞 范畴已经消失无踪了 但范畴的手机却掉落在了地上 夏冰隐约猜到出事了 接下来夏冰就满小区的找 甚至还找到了西山上 可能是他走的方向不对 却始终没能来到山顶那片树林 否则他也得跟花小新一样遇到鬼打墙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后来夏冰下了山 开车跑到了范畴家 一看家里没人 又只能返回了别墅 心想不管范畴去了哪 如果他没事 一定会回来找自己 但他却没敢进屋 就那么待在车里 在别墅门外守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可怜的夏冰从迷雾中醒来 又跑到了范畴家 一看他还是没在 但是门却开了 他好奇的走了进来 本想着范畴既然开着门 就一定在附近 可他坐下来等了一会儿 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 不知怎么着有点害怕 只好把手机放了下来 自己先回家了 然后一直等到了中午 都没有范畴的电话 打过去无数次 始终提示关机 他就再一次跑到了范畴家 却发现范畴的手机没了 家里却还是没有人 最后只能失望的离开了 此时正在家里正正出神的夏冰 却意外的接到了范畴的电话 范畴语气很轻松 就像刚出门逛街回来似的 把夏冰气得不行了 追问了好几次 范畴才不得不编了个瞎话 说自己在楼上遇到了难缠的恶鬼 一路追打 在山顶上大战了一天一夜 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他 这话的成分里 其实也有一部分是真的 夏冰听的是一愣一愣的 一个劲的嚷嚷要来看范畴 范畴哪有空陪他呀 好说歹说把他哄好了 最后答应他明天去找他 夏冰这才作罢 说着话 这会儿天就快黑了 范畴不时的看了看 时间心里琢磨着 一会儿把崔命找来 该怎么跟他说呢 这上死人复活的事 还真不好开口呢 可是这天晚上 不管范畴怎么呼唤崔命 连利诱加胁迫 蹲在地上 把嘴皮子快磨破了 崔命就是不来 范畴就纳了闷了 这家伙跑哪去了 崔哥 崔哥 崔命啊 崔命啊 你快点来呀 崔命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祸 第105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